我们一直都知道,日本军队对我们所做的暴行,但是其实苏军出兵东北,对中国所犯下的罪行,比日本军队还要惨无人道。 在表面看来,1945年8月9日,苏联对盘踞中国东北的日军发动了进攻,迫使日本投降是在帮助中国,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 美国在广岛扔下一颗原子弹,已经注定日本必须要失败。在此之前,苏联一直按兵不动,看到这样的趋势后,苏联为了能够在中国获得利益,对日本宣战并进入中国东北,开始南下挑逃。 苏联进入的东北,名义上是为满洲国,为日本盟友,这给苏军接下来的暴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。 接下来,苏军占领了沈阳,抢劫了这里900多家工厂,甚至连供水供暖等系统也遭到破坏。 沈阳在苏军掠过后一片狼藉,几乎变成一座空城,凡是能够运走的,苏军全部搬走了。 据统计,1945年,苏军在东北一共掠夺了大约相当于当时13多亿美元的物资,还不包括苏军掠夺了大量的黄金、白银、钻石等。 苏军一年在东北掠夺的财富竟然就占到我们总损失的11%。 更残忍的是,苏联肆无忌惮地抢劫平民,甚至强迫平民去苏联苦力,很多人去了,就再也没能回来。 不光光是对日本人残忍,甚至惨无人道地对中国人抢劫和杀掠。 苏军搬走老百姓家里的一切物品,稍有反抗的百姓直接被开枪射杀,甚至有苏军居然光天化日就在当街强暴当地女性。 苏联在那一段时间里所做的事情不比日本少,最后在英美和中国的强烈谴责下,才被迫撤出东北。 但苏联虽然走了,却让中国东北满目创意。